我们请先看中间的媒体朋友 拿起各种正能量标语 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地到指挥中心 参加防疫周年戒酒会 率领防疫五月天开心合照 骄傲台湾疫情守得好 不过新挑战紧接而来 就是从英国回来有发烧的 有发烧的病人 那当然本来就确诊 那在医院里面 经过我们的基因的比对 那机关署正式的证实是 让各国拉起警报的变种病毒 台湾境内也有了 虽然没有进入社区 不过指挥中心决定提升防疫层级 全面加强尽管措施 那不管是在欧亚非 大概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 病毒的一个踪迹 所以指挥中心决定 我们整体在防疫上面 还要升级的控管 1月1日起 非本国籍人士不得入境 也暂停转机 并且取消商务泡泡和国际医疗 而1月15日起 除了登机要付三天内核酸阴性报告 还要增加检疫居所证明 也就是居家检疫必须一人一户 不能有其他人同住 所以在这次里面对于非本国籍的 我们待会不再特别来区分港澳人士或是大陆人士等等 就是有我们的居留证的 他就可以进来 这也是今年319首次限制外国人入境后 第二次祭出入境限令 暂停持续一个月将是疫情滚动式检讨 现在变种病毒也闯入台湾 各界防疫必须严正以待 华语新闻 宋俊玉 陈玉婷 台北报道